再来的话就是VPA部分 所以VPA我们的需求很简单 前面有讲过,这个其实前面都有讲过 只是说你要很快的把它做出来 恐怕就是要熟练 那我们第一个是希望 做什么呢 把刚刚这个公式 直接就丢到这边 然后直接跑个回圈 丢公式 清除的话就是把里面资料清空 这个的话就是 我不是丢公式 我是丢结果 我先demo给大家看,是清楚 然后这个的话呢 按下去 其实是把什么呢 Sanpoda的公式丢过来 有没有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把结果丢过来 结果 OK,意思是说我们直接在VPA里面 就先算好,把结果丢过来,大概是这样子 那要怎么做 理论上应该各位其实回去,真的要实做 以前 做过的只要是按钮 你千万注意,就是要花一点时间 如果你可以把它做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是真的学会 以后要用的话,才有办法应用 因为最怕就是你不熟练 因为很多人就是学了之后 不熟 不熟到你刚开始你连这要怎么做 就 没个头绪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怎么做,像这两个其实比较简单 这个可能会稍微难一点,我们先从这两个开始来讲 那以后只要记得 如果你要做按钮的话 那你记得啊,只要按钮就对应到一个什么 对应到一个sub 有没有 sub 这个名称,加在它后面 那其实你只要enter就好了 因为enter它就自动了 会帮你把enter sub 给加出 加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1 你就先切到那个visual best 2的话做什么呢 在这边增加什么 月考公式 OK,然后把 我们要的那个公式给丢到这里面来 那我们 我重新再写过一遍给各位看 所以第1个 我们 做的方法 我先把这个 1 我先把这个先删掉 因为理论上这个是没有模组 1按右键插入模组 2的话呢 就是打一个sub 然后呢那个按键名称叫什么 按键名称的我们叫做月考底线公式 所以我就在这边输入月考底线公式 直接按enter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意思就是我建了一个空的一个sub 这个sub就对应到按钮 按下它,它可以帮我执行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做呢 把公式丢到这边来 所以其实 一样嘛 for i 这边的话你就打一个什么 for i a 等于什么呢 第几列呢 第13列 13 到 可能到27 那27另外一种写法就是向下追踪 我们向下追踪的话就range 那这个可能要是a的13 向下追踪的话呢 点end 所以 打错了 所以点下去 打错字 所以我刚刚点下去它不能出现 点那么打一个end 后刮虎 后刮虎 前刮虎 向下追踪 这个前面有讲过 所以我打比较快的 打一遍 Enter两下 打一个nets 向下追踪之后做什么呢 就是把公式丢到 i列里面 i列的话就是打一个sales 然后i列 跟i列的 i燃 我习惯燃用大写 等于先双一号两个 那这个打完之后呢 把这个附资过来 这边的话叫月考清除 其实 其实等于就是呢 我们先写的其实就是月考清除 那跟月考公式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 就差别 在这个里面放 我们 之前做好的公式 放过来 但有两个地方要注意 一个是如果里面有双一号 你就要把它加双一号 两个 可以用取代 第二个是如果里面有列号 可以再把它改成i 我们把它试一下 这个地方 里面有没有双一号 没有 所以其实直接先复制它 按取消 然后再切到这边 把公式贴上 然后再把列号13列改成i 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两个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end前后加空白 那这个13跟这边一样 所以就把双一号到双号 复制一下 贴到13上去 这样就OK了 这两个案子 大公告 因为这个前面讲过了 只是说我现在做的稍微快一点点 那月考的话 这个做完了 就可以 两个案子 清除 输出 OK 没有问题 所以其实 如果顺的话 大概 没有几分钟 写完 那这个的话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这个怎么写 其实你可以拿这个复制来改 怎么改呢 一样把底线拿掉 然后范围的话 一样 只是说后面就不是丢公式了 那后面是丢什么呢 特别注意 是 我们上面这个公式 也就是说你要去抓什么 抓实际上的东西 来这边 让它产生 所以这边可能会稍微 比较复杂一点 那首先的话是什么呢 这个范围 乘上这个 这个乘这个 所以如果在这边叙述的话 要怎么做呢 我的习惯 如果是固定的位置的话 直接用range 如果会变动的话呢 你就用sales 那写的方法就是 第一个 这个先写上面 所以上面的话 这个的话是range 固定的位置是什么 它是 D1的11 所以呢 D11 这个固定位置 然后乘的话在VBA一样用加点 加点乘数都一样 乘 这一个 那这个将来会往下变动 所以我们就打一个sales 哪一列呢 第i列 因为它会往下变动 OK 哪一栏呢 D栏 所以逗点 加一个D就可以了 不过呢 现在只有写一个 这个乘这个 那下一个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比较聪明的办法 因为它相差 只有把D 改成1 有没有 所以呢你就可以先 加上什么呢 把它复制 复制过来 我希望拖拉加卡住键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1不就好了 诶 那后来后面呢 F嘛 有没有 所以其实 你可以把这边 加 放到后面 把后面这边改成什么 F F 好 成事就大功告成 写完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有没有 所以这个其实跟 刚刚用公式 那个逻辑比较接近 因为 我们在VBA里面没有 像 三波大一样 可以取代三波大的函数 所以我们就用VBA里面 就是有点像公式这种方法来做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执行 所以再把它清除 输出 看到结果 有没有 所以里面呢 当然我有把小数点 把它拿掉了 OK 结果 里面就会是最后的结果 跟刚刚丢公式 是不一样的 中间清楚可以共用 输出公式 输出结果 OK 应该没问题吧 我印象中前面都有讲过 只是说 真的要花一点时间熟练它 那刚刚讲的这三段程式嘛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上面这边也有 所以你如果要找的话 你可以在 云端上面往下第1页 这个是月考公式 月考清除 月考刚刚就这个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如果你打字比较慢的同学 没关系你可以先附这贴上 回去的话说真的 这些东西 需要花时间 除了要会之外 可能 还有一个部分要注意 就是熟练度 OK 因为如果不熟的话 说真的 将来要用 恐怕 会 反而 怎么讲 花太多时间 在打程式上面 那当然如果你刚开始还是不太熟 没关系啦 你就尽量 能够把这些当成范困 以后的话 你看看拿来先扣 结构差不多一样 你就拿来 拿来跟着稍微 改动一下 其实也无妨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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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